正方形对角线的特性 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之前所学习过的概念 云形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而且平分四个内角 长方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而且互相平分 因为正方形的四个边都等长 所以正方形也是菱形的一种 因此它的对角线也会跟菱形一样 互相垂直平分 另外因为正方形的四个内角也都是直角 所以正方形也算是长方形的一种 因此它的两条对角线也跟长方形一样 会互相平分而且等长 综合这两个条件 所以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会等长 而且互相垂直平分 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且等长的四边形是长方形 而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的四边形是零形 因此如果说有一个四边形 它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而且等长 那么它就会同时满足菱形和菱形的条件 一个四边形同时满足菱形和菱形的条件 那当然就是正方形哦 也就是说 一个四边形它的两条对角线等长 而且互相垂直平分的话 那这个四边形就会是正方形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 对角线长是4 那么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呢 因为正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对角线相乘再除以2来计算 或者是说 因为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OB OC都会一样大 都会是对角线长的一半 那么就会是2 那么三角形COB它的面积 就会是1乘以高再除以2 那么得到面积是2 那么正方形是由4个 这样子的直角三角形所构成 所以呢 再乘上4就会等于8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正方形ABCD A点坐标是E3 C点坐标是-33 那么问B点的坐标是多少 因为正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两条对角线的焦点 点坐标就会落在-13的位置上 那么因为呢 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所以呢 OA OB OC OD的长度都会一样大 也就会等于2 那么因此B点坐标 就会是这一点-13 在网上两个单位长 就会是-15了 我们来看一个练习题 四边形ABCD各边都相等 而且对角线也相等 那么已经到边长是5 那这个四边形的面积是多少 对角线长是多少 请您试试看 好 四边形的各边都相等 当然它应该是一个零形 但是对角线又等长 所以呢 它不只是零形 它就会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正方形的面积 当然是边长的平方 就会等于5的平方 就是25 那对角线长呢 我们可以利用B10定理 就可以得到15根号2 你做对了吗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单元的重点 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等长 而且互相垂直平分 倒过来说 如果说一个四边形 它的两条对角线等长 而且互相垂直平分的话 那么这个四边形 就会是正方形 我们这个单元就上到这边 记得要常常思考 常常复习哦 好 我们下课了